大家好,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是一個傳染蛇基本的使用行徑 將我們的傳染蛇開機後連接APP 安裝我們的心電子板去連接到我們的左右手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心電訊號 但其實一直沒有提醒大家的是 傳染蛇還有一個穿戴式的設計 這邊有一個孔洞 只要我們準備我們的鏈條或者是鑰匙圈 就能夠實現一個很好的穿戴情境 可以搭配像是我們的識別症的夾子 來做一個穿戴式的情境 像我們現在這邊量的是心電訊號 做好穿戴的應用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電擊黏填到我們的心臟兩側 像這樣的連接我們的訊號可以變得很清楚 而且甚至能夠去屏住一些桌面的雜訊干擾 或甚至你想要用PPG來做一個血壓偵測 搭配你的心電訊號 連接到你的心臟的位置之後 搭配你的紅光來一個PPG的量測 這樣子的量測情境 訊號也能夠取得非常乾淨的品質 或甚至在我們機電訊號也能夠使用這樣的情境 讓我們的線透過衣物內部傳達到我們的這個兩側電擊點位 兩側機電訊號的時候 也能夠取得非常好的訊號品質 像這樣的情境在眼電訊號也是非常實用 只要把我們的這個裝置換上眼電訊號 以及腦電訊號的這個紙板 搭配我們的電擊連接到我們的這個眼電位置 在我們這個情境下左右看 一樣能夠收到非常好的這個訊號品質 謝謝大家